我们结婚是因为我确实是怀孕了 那个时候有个小朋友 然后呢突然去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小朋友就没有长心跳 他给我回一条信息 他说我娶你是因为我爱你 今天这个孩子有没有 我都会要娶你的 为什么要给你婚呢 对真的 最近几天 吴亚婷这个名字时不时就站在了舆论中心 虽然他并不是文明全网的演员或歌手 但是因为和王月新有过一段婚姻 所以拥有一定知名度 2020年的12月 王月新官宣离婚 直言自己跟吴亚婷的缘分结束 和平分手的两人也让不少网友一难评 吴亚婷参加的综艺春日迟迟在出发禁欲上线 这档综艺聚集了七位离婚人士 想以限定旅行的方式来进行疗愈和重新追求爱情 吴亚婷以离婚人士的身份出现 免不了在节目中要聊到前夫 从爆出预告片到节目第一期正式上线 吴亚婷就因为多次提到王月新 引发了不少热议 吴亚婷节目中谈到 自己当时结婚是因为怀孕了 但后来却发现宝宝没有心跳 但是王月新并没有因此改变想法 还是决定要结婚 王月新当时表示 我娶你是因为我爱你 这个孩子有没有 我都要娶你 也是因为这句话 让吴亚婷才更加坚定要嫁给她 考虑到王月新是公众人物 吴亚婷一开始建议不办婚礼 但王月新坚持要给她一个婚礼 因为在她看来 她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 吴亚婷在分享那些甜蜜的过去时 竟是满满的不舍 当被问到离婚原因的时候 吴亚婷称离婚一定是有很多件小事积攒到一起 觉得自己真的没办法再继续过下去了 才会提出的离婚 然而有些细心的网友 看到吴亚婷在节目中的表现后 表示她肯定还没有放下这段感情 那王月新那边又如何呢 众所周知 王月新是快乐男生出道的 而后转型当演员 出演最好的我们陆星河一角圈粉无数 吴亚婷在节目中应了节目组的要求 在节目开播之前 给前任王月新打去了一通电话 不料对方的反应却让人很扎心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王月新很有礼貌的一句 喂 你好 直接拉远了距离 吴亚婷以为对方知道是自己 于是询问王月新忙不忙 可是电话那头的王月新 却是冰冷冷的回应 你哪位啊 可能无法想象 离婚后的王月新跟自己如此陌生 所以吴亚婷在听到对方的回应后 也只能尴尬表示 你有必要这样吗 喂 喂 你好 你在忙吗 啊 我说你在忙吗 你哪位啊 你哪位啊 你有必要这样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号码呀 哦哦哦 这是那个上海的号码 哦新号码 嗯嗯 一直都有 你自己没存而已 当时的画面 只能说有些令人尴尬 甚至是无所适从啊 可能是听出了吴亚婷的声音 王月新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直言自己不认识这个号码 所以会问对方是哪位 吴亚婷却说自己的这个号码一直都有 只是王月新没有存而已 可以看出 就算是离婚了 吴亚婷还是会很自然的埋怨 对方从来不关注自己 像不到曾经相爱的两人 如今的一通电话都这般生硬 真是让人心寒 接着 吴亚婷进入了主题 告诉王月新自己要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就是那种离婚后的人 一起出去玩的节目 王月新得知吴亚婷要在综艺节目中相亲时 不但没有觉得反感 反而很开心 吴亚婷继而解释说 也不是一定要恋爱 作为女孩子 其实很多人都能看出来 离婚后的吴亚婷 即便知道两人没有复合的希望 却依旧还是会担心对方知道了自己要去谈恋爱 会不会误会什么 所以才会总是想要解释 奈何 自己的犹豫 还是没有对方的态度扎心 最后在吴亚婷说明自己会在节目中讲离婚相关事情的时候 王月新还不忘嘱咐吴亚婷不要瞎说 其实离婚后双方如何相处 非常考验情商 很多时候不联系也是一种体面 看似平淡 反而是最好的结局 他几乎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三天不洗澡呀 就放袜子呀 他绝对不会用洗衣机 有时候一玩起来 他就忘了自己是个爸爸 我们家一共有三个小孩 王月新 王薇一 王凡树 他就是我的大儿子 如今 吴亚婷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准备迎接生活 这一通打给王月新的电话 或许隐藏着一些期许 但相信他会来参加节目 也是决定好了要跟过去告别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